沙拉月圆守候身份大曝光 最新劲爆消息!沙拉月圆守候身份大曝光!快看!原来她是来自这里!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之后,沙州土著真的愤怒了!这样公平吗? 原籍叙利亚的沙拉月圆守候拉加古迪,在与周圆守泰逸马牧结婚7年内即获得沙州马兰诺土著地位,引起其他旧后移植身份的沙州土著大呼不公,更有律师称这种乐拳的做法,将开启影响真正土著权业。 这种轻易的不良先例。 任职律师的沙州人民公正党妇女组法律顾问阿迪纳克莱瓦,在透使大马访问时质疑说,这种破例根本是违反法律,开启不良先例。 所以往后外籍人士都能轻易透过特权取得土著地位。原本的土著特权及保护条例又如何呢? 一个人可以改变国籍,但却无法改变源自于血缘的族裔身份。 太易马木于2010年12月与原籍叙利亚的拉加古迪再婚,他及两名与前夫所生的儿子,吉尼查及森姆,在1992年土著法庭法令第20条文,以及1993年土著法庭条规第17F条下,获得沙拉月第五大土著马兰诺族的身份。 古迹土著法庭是在去年7月24日公布三人享有沙拉月土著地位,并在11月9日在线报上颁布。 沙州在野党领袖质疑,为何州政府一方面允许拉加古迪迅速获得身份认证,另一方面却让土生土长的沙州子民酒后身份不惑。 阿迪纳拥地表示,州政府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,已引起许多真正土著的忧虑,害怕有一天这些外人会连他们的祖传的也夺走。 这明显已侵犯我们土著的权益,即使是本地人透过与土著同婚,也不见得能轻易获得土著地位。 国籍和族裔是不同的事情。马上转发。